在世博园里啊 有很多的场馆都有对未来生活的畅想 但是有一个场馆 它把这个未来呢 仅仅规划在了十年以后 也就是说到2020年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 普系园区的思科馆看一看 未来的智能化城市 将为人们带来怎样的便利性 进入思科馆 您将会看到一部讲述 2020年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片 智能交通远程医疗 能源管理这些复杂的工程 在未来将变得轻而易举 影片中准妈妈露露 正在家中做饭 突然感觉一阵不适 她马上在家 与医院的医生 进行了视频连线 这时 最后 露露顺利的生下了一名宝宝 全家人通过视频电话 第一时间看到了宝宝的样子 实际上 这部电影中的高科技产品 已经有一些研发了出来 在影片当中 戴在手腕上的这个医疗测试仪呢 还是一个未来的概念 但是它的原理呢 在这里我可以为大家展示一下 我手中的是一个多功能测试仪 那么戴上它呢 这个心跳和有血压 就能够测试出来 那么在这个居家的环境当中呢 我只要通过智能互联技术 就可以把这些信息 反馈到医生那里去 通过视频电话连线 记者清楚地看到了医院的医生 同时 在双方屏幕的右下角 刚才测试的数据 也通过蓝牙传输 同步显示了出来 按照思科的设想 在十年以后 网络将成为整个城市运行的 基本设施 每个电子产品 都会借助网络的翅膀 来实现人与物 物与物之间的连接 比如这张X光片 不论是通过电脑 还是手机 都能把高精度的图像 传送到其他地方 再比如 影片中出现的 因为车祸导致的交通拥堵 未来通过智能车载GPS 可以随时接触到 最新的交通数据 自动更改最佳行车路线 许多技术在2020年 都会实现的 比如那个戴在手腕上的测试仪 未来会越变越小 可能到那个时候 戴在手腕上的 就这一个手链了 洛伊德告诉记者 要实现这一切 还需要两个前提 一个是足够大的网络传输带宽 一个是连接各种电子设备的软件平台 十年以后 人类能否过上这种智能的生活呢 让我们共同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